不好看吗 她说其实她觉得我名字很好听 很像小说一段什么 回来今天最好听 不好看吗 下一次我就回头叫Dee 不好看吗 Dee 不好看吗 就是觉得Dee的名字很有艺术感 而且真的很好听 也很像我们小说的名字 我们拍拍摄的时候 那个小说 经常会在现场叫我本名 对她经常把这个我跟麒麟搞混 对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在奶奶家门口 然后那场戏是 我很累然后很疲惫摔倒在地 然后小杨过来应该说就是 麒麟你没事吧 然后我摔倒在地 然后她就过来说 Dee你没事吧 我说Dee没事 那个麒麟不行 有时候我也会就是 内心活动很多 但可能说出来很少 就我评论时 不会不是那么会表达自己的人 摩羯座就是想的会比较多 不太爱表达 比较闷的一个性格 这个确实没有名字 好 其实我在剧里面一共叫错他 我得叫错他三次 一个是就是 我晕倒之后回到酒店 然后醒来之后跟他说 几年我回不去家了 然后那个醒来第一眼看到 那个林依 我就想林依 然后马上 因为我那场戏是要酝酿情绪 然后马上就是 很抱歉的又谈不错 就是叫错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 齐恋带小元去编辫子 Bee转过来说 咦怎么样 然后就那次叫错了 就是因为她的音色很像距离 集中这个注意力 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搞 叫错 很特别的女生 嗯